相比于锂电这一成本高昂的电池 那离子电池正在迅速成为大厂的最爱 那离子电池很有优势 那在地球上的储量远比锂来得多 而且制备也更方便 尽管它们的容量将低于锂离子电池 但成本将降低60%至70% 在做电池这件事上 中国就是牛 中国拥有有效专利的企业和科研所 在全球排名第一 遥遥领先 其中中国科学院和宁德时代更是占据大头 值得一提的是 在其他国家还在研究时 宁德时代已经率先将那离子电池量产 并宣布其那离子电池将首发落地奇瑞车型 在乘用车应用方面 那离子电池普遍可以满足续航 400公里以下的车型需求 落地车型将有望在今年量产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降低 预计未来几年内 那离子电池将在能源存储 和电动交通等领域取得更多进展 3 4 感谢观看